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9月12号星期四 大家好 昨天晚上 川普几个小时之前 差不多是11号的晚上 我们现在是12号的凌晨 川普宣布对2500亿中国的商品 加征30%关税的日期 从10月1号推迟到了10月15号 那这个2500亿 现在加征的是25% 他实际上要在这个机枪之上 再加一个5% 加到30% 那川普发推 就说一下原因是什么 川普的推特上说 说应中共副总理刘鹤的请求 那是不是刘鹤给他打电话了 且鉴于中共在10月1号庆祝国庆 因为我说了人家他妈过生日 祖国母亲人家他妈过生日 你还是你 就是说意思意思 好歹也得给个面子 是吧 那川普这样还是不错的 是不是 他说10月1号 因为也是国庆 所以他同意 作为善意的姿态 把价值2500亿美元 商品提高关税至30%的日期 从10月1号推迟到的10月15日 然后在昨天下午 川普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说 他说中共的供应链正在崩溃 中共曾经认为 这种供应链是坚不可摧的强大工具 曾经我们也说过 就是说以前去年的时候 怼金碳融 金碳融金积南的时候 我就怼过两期 当时金碳融和金积南就有一个理论 就认为美国不管怎么加征关税 美国企业没有办法从中国脱离 因为在其他地方 不可能给你提供一个如此强大的一个供应链 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好像说是苹果有哪个公司 他们有一个螺丝出了问题 出问题的话 如果在美国的话 想寻找这么个螺丝 可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在中国你今天晚上跟一个做螺丝的公司说 然后第二天可能样本就已经送到你桌上来了 就是说它可以大大节省你的效率 时间成本等等 就认为就中国能够提供的这种强大的 就是说从上游到下游 任何你买这个ipad 你的一个塑料纸 你的包装盒 你的一个什么模具 你任何东西 你只要需要中国的供应链 马上第二天就能给你提供 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就是认为只要中国能够有这种供应链存在的话 那么美企没有办法离开中国 那么川普他就不明白 就是说川普这么搞的目的是什么 当时我就告诉了金纪南 你们可以看我当时怼 我忘了是怼金纪南怼金汉荣那两期 你们看看 我当时我就说了 金纪南和金汉荣两个缺心眼的 根本就能不明白 川普这一场中央贸易战 一个很大的诉求 因为诉求很多 它不是同一个目的 你明白吗 不是说他们总认为川普就只有一个目的 川普是缺心眼 你知道吗 比如说出去买东西去就是 比如说你老婆跟你说了 说你买二斤鞋子买二斤豆角买二斤土豆 然后要是中国人就去了 就一块买回来了 川普不是 川普去了先买二斤鞋子 然后回来搁在家里 然后再出门 再去买二斤土豆 回来再搁在家里 然后再出门 就是川普就傻缺心眼 一次只能干一件事 就一块去了 把这三个菜买回来 买不回来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川普搞一场中央贸易战 有很多目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美国 以至于让全世界摆脱中国的供应链 要让这些供应链离开中国 为什么 之前我们讲过 有一个美国的一个专专作家 就做过这么一个专栏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月之内 不使用中国产品离开 就是说能不能 就是说脱离中国 就是说不要用 Made in China 他发现根本就不可能 在美国 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你已经不可能 美国人 每个国家不可能离开中国了 就变成在依附中国 你看起来 好像是你把企业建到中国去了 然后你在挣中国人的钱 你通过国际贸易在挣钱 因为中国的成本低 原材料低 人力成本低 然后污染的成本也低 然后你好像在挣钱 但是实际上 你认为你在征服中国 错了 实际上中国在征服你 对吧 以前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理论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一个什么理论 就是说到底是我们征服了小麦 征服了猪 还是猪和小麦征服了我们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我们在种小麦 我们在养猪 我们在吃小麦和猪 我们征服了他们 我们去养了他们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猪和小麦 利用他们的先天优势 寻服了人类 人类天天得养着他们 得给他们想办法 让他们怎么能够蓬勃发展 然后小麦和猪在人类发现 他们之前 他们在地球上所占的比例 和繁衍的程度远远的不如现代高 所以你也可以倒过来说 就是说小麦和猪 实际上降服了人类 所以中国和美国也是这样子 当你中国能够提供这种供应链的时候 当你中国能够提供这种产业链 那么就变成了美国实际上依附于中国 也就是说一旦有一天 中美两国发生了不愉快 闹了点摩擦 中国只要说我不给你提供商品了 美国人民就没法生活了 因为美国人民一旦离开了Made in China的产品之后 就完了 整个生活就瘫痪了 到那种程度之后 你美国还怎么独立 怎么自娱自强 就跟香港一样 说起实在 香港现在中国只要不供给食物 不供给新鲜水果 不供给淡水的话 香港就歇菜了 对不对 当然你说没有错 说香港是花了大价钱 跟中国买这些东西的 他买中国的价格比深圳的价格要高 可能是有的甚至是中共 从深圳买几倍的价格 没有错 但问题是这样子 我现在是挣你钱 你看起来好像现在是我挣你钱 你在统治我 但是有一天我们一旦发生问题了 你像香港现在 你如果真的闹得不可开销了 中共说我不挣你钱了 我不要钱 我三年不挣你钱 我死不了 你三年不喝水 你行吗 你三个月不喝水 你能过吗 你懂不懂 到底谁在征服谁 谁在掌控谁 谁是谁的寄生虫 你通过这个你就看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美国打这场中美贸易战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不想让美国在当中国的寄生虫 就是要让产业链离开中国 这就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之一 我不知道金银男和金探荣是心里就看明白了 然后一定要装糊涂就觉得反正上级领导糊涂 我就跟着领导说 对不对 领导糊涂我就说领导爱听的 对不对 就好像你妈老年痴呆了 对不对 看着你说了半天 这孙子 你说妈对 我就是那孙子 我是你孙子 你是哄你妈开心可以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管是妈说是孙子对吧 你说你开心行 金银男和金探荣就是这种人 就是心里揣着明白 我现在看明白了 这俩孙子你知道吗 就是儿子不是孙子 这俩孙子是装孙子 这俩孙子心里明白极了 可能比我还明白了 你知道吗 但是就是装孙子 满处是坑蒙拐骗 就是为了那点赢头小利 你知道吗 现在你看出来了 人家川普现在也发现了 你这种坚不可推的这种强大的 作为一个强大工具的 一个贸易战工具的一个供应链 正在崩溃 川普的原话说 说中国的供应链正在崩溃 随着外资企业的搬迁 这种坚不可摧的 强大的工具的供应链 像玩具一样破碎了 整个 我就说因为当你的企业 一旦走到之后 它上下游这些企业也都崩溃了 你懂我意思吧 没有办法 那就这样 他说中方现在愿意达成协议 希望达成协议 而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 达成一个正确的协议 说为了美国 他说中方的贸易代表 将在10月初来到美国 昨天晚上中方做了几个不错的举动 那么记者就追问 就是说中方到底做了什么举动 川普说 他说我认为中方做的对 这对他们也有好处 就是这些举动 他们把一些美国商品的关税取消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示好的姿态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举动 这是昨天下午 也就是为了昨天晚上 川普也同意 把这2500亿美的商品 从25%降到30% 推延15天 也是做出了一个善意的举动 那么这也应证了我们昨天报道的消息 就是说南华早报也报道出来的消息 就是说习近平又回到了 6月的时候 在日本大阪的G20的时候 答应了川普的那两件事 第一个购买大量农产品 第二个就是说 整个的贸易谈判 回到4月底5月初 谈崩了之前 从那接着开始谈 而6月份的时候 我已经报道了 当时我的标题就是 习近平做出了综大妥协 对吧 当时习近平那边也提出了要求 就是说要放华为一马 但现在也没有放 三个月之后 打来打去 最后还是回到了6月初 或者说还是回到了4月底5月初 美国没有做出任何的妥协 就是说你必须得给我回到4月底5月初 就是说 在我们已经谈了90%的文本的基础之上 开始谈 现在基本上看来 就是说最后还是得回去 是吧 拖了这么长时间 有什么意义呢 我也不明白是吧 好 然后看看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周三 也就是昨天9月11号宣布 要撤销部分美国产品的关税 然后日期 从9月17号就开始生效 9月11号发布到9月17号就开始生效 9月12年 星期二年就一个星期 那么关税排除清单分为两类 一类是清单一 清单一是自9月 是从2019年的9月17号到2020年的9月16号 就是一年 说不再加生 为报复美国 30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 并对以加生的关税的税款予以退还 然后相关的进口企业 可以在清单公布之日期6个月内 按规定向海关申办 就是说 把原权收的税都都退给你 那么清单二就不再加征关税了 但是就是说加征的关税税款已经以前加征的不予退还 这清单一有12种商品 就什么一用直线加速器 润滑 质 非离子型 有机表面 活性剂 然后还有什么清单二有4种 什么 饲料用鲁青 我就不说了 还有什么这么 易购 饼 完 容 反正 你就 你要感兴趣 你自己去搜 这晚上都能搜出来 反正就这么一个情况 中方也做出来一些妥协 美方也做出一些妥协 这个来讲 就是说是一个积极的 一个善意的举动 我认为 通过这个来讲 以及昨天 昨天我们也说 《南华早报》也是说了这个消息 然后胡锡进也是在透露 就是说双方都在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再包括中方的16项产品的这种 退税的免除 然后美方的退失15天 那么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 也可以足够乐观的 就认为在10月初 双方的贸易谈判 会有一些进展 但是你如果你问我 会不会就这一次就谈成了 我不看好 我觉得会有一些进展 这种进展到底到什么程度 我到目前为止 我通过这一年来 我对中方的观察理解 还有我的预测和分析 我现在越来越认为 中方到现在为止 实际上所有的这些举动 我认为还是在拖 不是为了要把贸易谈判谈妥 但是因为诸如价格也在暴涨 中国的经济链也在崩溃 然后供应链也在崩溃 那么中国现在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不想把贸易战再升级了 他想缓和一下 取得某一些进展 达成了一种就是说修战的这么一个态势 而不是说我不认为他真的想弹成 他还是想要达到一个拖的目的 但是就不想让贸易战再恶化了 像之前我也说过 他还是想拖到16个月之后 想看看川普到底能不能够连任 但是在那之前 中方也发现 如果再这么打下去 因为川普现在 把贸易战升级的节奏和步伐 非常快 小步紧刀 一步紧自一步 是不是 如果再这么搞下去的话 中方就认为恐怕不到说16个月 再来10个月就坚持不住了 经济可能就要崩溃了 所以我目前我认为 就是说中方现在在以退为进 想要达成某一种修战 那么 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在中国生活的比较久 我比较了解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 我不知道川普能不能理解 川普有可能就被他们骗了 就认为真的中方想达成协议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川普还是比较聪明的 可能会慢一点 对吧 实际上从去年的12月1号 在阿兰廷川习会的时候 我就说我说中国实际上还是在赌 就是赌徒心态 就是说我赌赢了这一把 我下一把一定要赌 我不赌我难受 对不对 我不赌 不到最后赌光了 我绝对不离开了 就是一个赌徒心态 那么当时在12月1号的时候 我就非常不满 我觉得川普没有看透这一点 当时川普给了习近平的三个月的时间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用着三个月吗 一个月谈不妥 用着三个月吗 有诚意的话 这个月就谈妥了 对不对 没有诚意的话 你给三个月 你给三件也谈不妥 现在我觉得还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认为还是在以退为进 变相在拖 10月初会不会达成某种学习 是会的 就是说目前的这种善业举动 是会的 但是能不能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协议 其实我不看好 当然了 这也是我的一个分析和预测 咱们看 虽然我是这么分析的 但是从心理来讲 我希望我的分析是不对的 我希望双方能够谈妥 能够真正的达成了一个 对美国人民 对中国人民 都有利的这么一个协议 不过 愿望总是美好的 对吧 那么现实总是特别的骨感 好吧 这些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